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世界上有数不尽的美景 很多人都喜欢去探索野外的风情 但是有很多国家是非常亲民的 他们为了方便游客去探索自然风光 于是就喜欢在城市的郊外建一座国家森林公园 在我们的中国,很多国家森林公园都是非常有名的 比如杭州西湖湿地的江南烟雨 神龙甲湿地公园的野味趣情 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去意游的 而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球最贵的国家公园 这里的门票高达一万元一张 游客到这个公园里面游玩只是为了看大星星 这座公园就是卢旺达火山公园 位于非洲东部 大多数人对于非洲的第一印象就是荒凉 但是卢旺达火山公园绝对会颠覆大家对非洲的所有印象 这里不但不荒凉 而且到处都是升级勃勃 公园里面的景致 内部都是热带雨林 可以和我们祖国西双版纳的美景相媲美 这个公园里面不仅景色绝美 而且动物资源也非常丰富 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珍稀动物 不过大多数游客去这个公园旅游 都是为了看山地大星星 山地大星星 我想大家在电影里面曾经一睹过它的尊容 但是它最真实的模样 我想很多人都不曾见过 而卢旺达火山森林公园就生活着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八百头山地大星星 珍贵程度媲美我们祖国的大熊猫 山地大星星和人类是非常相似的 不过似乎要比人类大一些 但是它的手指和脚趾和人类的手真的是太像了 正是一位大星星的珍贵 所以游客们想亲眼见到它还是有些难度的 为了让大猩猩更好的在森林里面繁衍生息 当地政府开始对这个景区限流 每一天只允许32个游客以团队的形式进去探索 并且票价高达1万元 即使如此 依然有很多真心热爱大猩猩的游客们 愿意花费金钱和精力 去与它们来一次真情的邂逅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有没有兴趣来这个公园看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